好 各位同學我們來解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就是所謂的 Interest Race Wamp 叫做IRS 利益交換 那這個題目其實是很有名 William Sharp 1990年諾貝爾金句相得主 他的投資學教科書裡面的 一個實際的集體 那麼相信 當然這個William Sharp的教科書 目前在市面上 投資學已經並不是一個流行的教本 大概沒有再做更新 所以當代方面比較流行的 投資學教科書就不是William Sharp 但是這個例子因為很經典 我們還是拿來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 這個辦例子在講什麼 這個辦例子在講一個 比較利益法則 也就是說利率交換 它的起點很有可能是 源於比較利益法則 好 那我們設想一個情境 就今天有一個Firm A公司 有一個B公司 那麼A公司它的債信比較好 所以它的借款利率就是比較低 那B公司違約風險比較高一點 所以它的借款利率當然比較高 因為它必須要加上所謂的 違約風險預酬 所以B公司當然它的借款利率稍微比較高 你無論借固定利率 無論借浮動利率 他們的借款條件 都是A公司比較好 因為A公司我說債信比較好啊 它的違約風險比較低啊 所以如果它去借固定的話 人家願意用10%來借給它 它借浮動的話 大概可以是SOFR再加上0.3% 這個SOFR是一個浮動利率指標 當然現在是美國所推的一個新的浮動利率指標 那傳統的浮動利率指標是Liber 但是現在漸漸呢 在美國至少會被SOFR所取代 Secured Overnight Financing Rate 叫做擔保隔夜融資利率 那這個可能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這未來可能在美國 可能SOFR會是主要的浮動利率指標 好 那不管A公司的一個借貸條件 它可以得到SOFR再加0.3%利率加碼 這樣的一個條件 但SOFR是某個會浮動的利率嘛 對不對 但它只要加碼0.3 因為B公司債信比較不好 它違約風險比較高 所以呢 必須要1%的一個利率加碼 所以你會發現 無論是固定 無論是浮動 這個A公司得到的借貸條件都比較好啊 那我剛剛說的這不奇怪啊 因為A公司它的一個違約風險比較低啊 它可能營運比較穩定 所以呢 信品公司給它比較好的評級 於是乎 它無論是固定 無論是浮動 它都能夠得到比較好的借款條件 這種就叫絕對利益 所以我們會知道 A公司在這個無論固定 無論是浮動 它在借款上都具有絕對利益 因為它的利率都比較低嘛 但是我們來看 什麼叫做比較利益法則 所謂比較利益法則的話 這個是在國際貿易理論裡面的一個法則 比如說我們隨便舉例 比如說美國跟俄羅斯 這兩個國家 假設美國無論在工業產品 無論在農業產品 它的生產效率都優於俄羅斯 這我隨便假設的例子 各位不用他去做什麼聯想 那麼美國跟俄羅斯 我假設美國無論在工業產品 農業產品 它的生產效率都優於俄羅斯 也就是說它投入這些資源 它可以有比較好的生產效率 所以我們會說美國有絕對利益 但我們今天假設在工業產品 他們有比較大的差距 就工業產品 美國的這個效率好 俄羅斯很多 但農業產品 雖然美國也是比較效率 但它的差距比較小 美國在工業產品差距比較大 所以美國在工業產品有比較利益 俄羅斯雖然都是輸的 但它在農業產品輸的比較少 所以農業產品 俄羅斯就有比較利益 那這比較利益法則在 國際貿易理論裡面非常重要 原因是因為 所以就算你美國工業農業產品 生產效率都比較高 那美國的資源有限 那俄羅斯的生產效率雖然都比較低 但俄羅斯也有生產資源 而且兩個國家資源都有限 其實兩個國家 不應該各自生產各自的工業農業產品 不是 應該美國把所有的資源 專注在它的比較利益生產工業產品 然後俄羅斯把所有的資源 專注在它的比較利益農業產品 兩國在做貿易 當然啦 如果他們這個關係好的話 沒有些貿易壁壘 兩國做貿易 那這兩國的福祉 經濟福祉都會上升 這是非常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 那跟我們這邊有什麼關係 有啊 你看喔 雖然A公司都有絕對利益 但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利差 你看他們固定的部分 B的利率比較高 但它高了1.2% 浮動利率也是B 因為它的違約會比較高 所以它的浮動利率加碼也加比較多 但你有沒有發現 它浮動利率的部分只需要加0.7 它在固定 其實差距是比較大 在浮動 差的比較小 所以顯然 應該A公司是在固定 有所謂的比較利益 怎麼看 因為A公司它債性比較好 違約風險比較低 違約風險比較低 本來就適用比較低的利率 但你有沒有發現 在固定它可以低比較多 固定低了1.2耶 浮動只有低0.7而已 但是以B公司的觀點來講 顯然浮動利率是它的比較利益 因為我們知道B公司 它的一個違約風險比較高 利率比較高 本來就是應該的嘛 但你有沒有發現 在浮動它加0.7而已 固定要加到1.2 所以可見B公司 它在浮動利率借款上 有比較利益 所以比較利益法則 大概是這樣看的 在固定 A贏得多 在浮動B 輸得少 所以 我圈起來的部分 分別它的比較利益的地方 所以A公司是在固定有比較利益 B公司在浮動有比較利益 但是如果我們假設一個情境 A公司的財務長 本來就想要固定借款 B公司財務長本來就想要用浮動利益去借款 那我跟你講這故事就結束了 因為他們自己在他們自己的比較利益借款 而且他們本來就是想要 A本來就要想借固定 B本來就要想借浮動 那這遊戲故事就結束了 沒什麼好再講下去了 鏡頭右邊 我們設想一個很奇特的情境 就是A的財務長 他卻想要借浮動 雖然我們剛剛說了 他的比較利益在固定 但A的財務長 他卻想要借浮動 為什麼 也許A的財務長認為未來利益可能會走跌 我借一個固定 那固定負利息有點可惜 因為他預期未來利益會走跌 所以說他覺得借浮動是好事 因為未來利益走跌的時候 我可以負利息 未來可以負少一點 但是B財務長不是這麼想 他覺得鎖定一個固定利率 然後不用去擔心未來利益這樣波動的話 其實對B公司來講比較有利 所以B公司財務長他就有可能這樣想法 所以他想要去借固定 但是我們剛剛說 剛好跟他們的比較利益不一樣 因為A的比較利益是在固定 但他卻想借浮動 B的比較利益在浮動 但他卻想借固定 這個時候雙方就有合作的機會 我們來看合作機會在哪 如果兩家公司不合作 A想借浮動就去借他的浮動 B想借固定就借他的固定 但你要知道 A的浮動跟B的固定都不是比較利益 那你不再比較利益上借款 A借浮動 你去看剛才的表格 Solfer加0.3% B就去固定 11.2% 那你把這兩個利率加起來 Solfer加11.5% 為什麼可以直接加起來 好啦我們假設 A跟B兩家公司要借的本金都一樣 比如說都是1億 兩家都要借1億的話 那代表1億乘上這個利率 那1億乘上這個利率 那加起來是1億乘上利率總和變成 A B這兩家公司 所要支付給銀行的利息的總費用 所以我們如果本金一樣 這個加起來還OK 那就是A B這兩個公司 不再比較利益借款 只是在他們想要借款 A想借浮動 B就想借固定 然後他們就直接去跟銀行借 或是直接發債跟債權借 那他們的借款條件 是這樣跟這樣 所以他們總共要付的利息總和 是1億假設本金乘上SOFR加11.5% 好 鏡頭右邊 倘若我讓A B這兩家公司 他們依據比較利益法則來借款 因為我們剛剛發現 A在固定有比較利益 B在浮動有比較利益 所以我們讓A出頭 派他跟銀行 或派他發行債券跟債權借固定 那他的利率的條件比較好 10% 那B借浮動 那因為他浮動有比較利益 SOFR加1%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的利率總和 是SOFR加11%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A B都在比較利益借款 他們支付的利率總和 竟然比較少 SOFR加11% 鏡頭稍微左邊一點 如果他們不合作 不再比較利益借款 A B的利率總和 兩家公司借款的利率總和 是SOFR加11.5% 但如果我們 讓他們在比較利益上借款 竟然總共付的利息 只有SOFR加11% 哇 那兩家公司不是合起來 總共節省了 0.5%利息的費用 當然成長本金 我剛剛說如果本金是1億的話 你1億成長0.5% 每一年 哇其實可以節省不少錢 所以可以節省不少的利息費用 題目說了 有一個C銀行居中協調 為什麼 因為 這個A B這兩家公司 依據比較利益借款 然後呢再透過利率交換 把它換過來 因為大家知道利率交換就是說 一方付固定收浮動 一方付浮動收固定 這就叫利率交換 所以A明明想借浮動 單單因為固定有比較利益 派他先借固定 B明明想借固定 但在浮動有比較利益 就派他先去借浮動 然後兩家公司 再透過利率交換 把固定跟浮動 換回來 那麼 這時候C銀行在當中 居中協調 他賺點佣金 0.1% 這並不會太奇怪了 因為 A B這兩家公司 財務長未必會認識啊 這種情境很奇怪啊 除非A B兩家財務長都是台大財經畢業的 他們是這個研究所的同學 然後分別到A B兩家公司 然後都做到財務長 那有一次呢 在這個同學會的時候 一起出席 然後兩個又坐在隔壁 然後兩家公司呢 一攤開借款條件 發現A比較利益在固定 B的比較利益在浮動 然後B其實想借固定 A其實想借浮動 剛好想借借款的這個方向 又不在他們比較利益上 然後雙方一拍集合 然後各自出頭去借比較利益的部分 然後再繼續交換換過來 然後這麼巧 一切就這麼巧 不太可能啦 通常都是因為 A B這兩家公司 都是新銀行的客戶 所以新銀行呢 發現A B這兩家公司 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撮合他們兩家公司 A雖然想借浮動 但派他先去借固定 B雖然想借固定 但派他先去借浮動 就讓他們在比較利益借款 加起來 哇 節省很多利益費用 那雙方互蒙其利 再用利率交換把它交換回來 但這過程當中 當然給西銀行一個佣金 不會太奇怪 所以說導致呢 我們總共省了0.5%的利益費用 0.1%給西銀行當佣金 所以兩家公司總共省0.4% 一人一半0.2% 當然這個題目裡面是假設一人一半 當然A B兩家公司是不是一人一半 那是另一回事 說不定兩家公司有不同的談判籌碼 那可能未必是一人一半 那我們就假設一人一半 所以各節省0.2% 好 各位 鏡頭左邊 所以導致兩家公司如果不做合作 那麼A就去想借他的浮動 SOFR加0.3% B就去借他想借的固定11.2% 那麼他們總共要付11.5% 那我說我們透過比較利益借款 然後利益交換換回來 那麼0.1%西銀行佣金抽走了 兩家公司還各可以省0.2% 所以我們比較利益借款 再利益交換回來的話 照理說A可以變成SOFR加上0.1%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節省0.2% 照理說B可以最後得到11%的一個固定的結果 因為11.2%去減0.2% 就應該是11% 所以最後的鏡效果 鏡頭右邊 兩家公司透過interest rate swamp 叫做利率交換 再把浮動跟固定再換回來 注意喔 因為很多同學到這邊就卡住了 我告訴你 你應該要先看最後的答案 然後去湊 你要去看這個淨支付 這淨支付怎麼來的 就是我剛剛說了 A如果不透過比較利益借款 他想借浮動就去借浮動 SOFR加0.3% 但透過比較利益借款 利益交換換回來的話 他可以變成SOFR加0.1% 我剛剛講囉 因為他可以節省0.2% 那B公司如果直接去借固定不合作 11.2% 但如果他合作了 先去借他比較利益的浮動 再用利益交換換回來的話 他可以節省0.2% 所以11.2-0.2是不是11% 這沒問題吧 所以我先看這個最後的淨支付 是從未合作之前 A B各扣0.2% 就得到淨支付最後的答案 然後我們再來安排中間的利益交換 其實就可以順利寫出這個東西出來 首先我們不是派A先去借固定 所以A其實這個箭頭就是支付的意思 他每年或每半年必須要支付10%的利息 給他固定借款的債權人 那B因為他的比較利益是浮動 所以我就派他去借浮動 SOFR加1%我們剛剛講過 所以這個是支付給他的債權人 但是B明明想要固定他不想浮動啊 A明明想要浮動他不想固定啊 沒關係透過利益交換安排 讓A B公司把利益跟浮動換過來 因為利益交換大家知道吧 就一方附固定收浮動 一方附浮動收固定 所以A B透過利益交換 C銀行居間安排交換回來 因為剛剛說A既然想要浮動 所以最後答案淨支付是SOFR加0.1%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讓A去支付SOFR過去 什麼叫支付SOFR過去 SOFR多少 比如說SOFR是一個浮動利率指標 他隨著時間會變的對不對 SOFR比如說現在是8% 他就付8%過去 那銀行轉給B 那B要怎麼樣付給A 我剛剛說湊答案 你看我們先看B好了 B拿到SOFR他就可以去支付這個SOFR了 因為這SOFR如果是8 反正他8印債權人也是浮動利率債啊 這SOFR收進來SOFR再出去 記得本金都要一樣喔 本金都是1億嘛對不對 這個利率乘上1億 就可以剛好付掉這個部分 但是他淨支付是11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1%的利率加碼 所以你就知道他付過去應該要付10%知道吧 你說這怎麼來的 我剛剛講一次湊答案 SOFR進這邊SOFR出利率加碼1% 他是不是再付給C銀行10% 這個10再加這1他的淨支付就是11 就完成了 然後呢C銀行扣下他的0.1% 他把9.9%付給A 那這時候我看A的淨支付是什麼 因為他支付SOFR出去 他收9.9出來 但他要因為他負責出頭去借固定 所以他固定要付10%出去 所以收9.9-10%出去 那是不是相當於只付了0.1% 但他這邊要付SOFR出來 所以他淨支付就是SOFR加0.1% 我是不是完成了這個利率的安排 這個中間這就叫做利率交換 知道吧 那如果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說我就是從最後答案去抽的 還有啊 實際在支付的時候 我A付SOFR給C C銀行-9.9%給我嗎 不用啦 你就把這兩個利差去算就好啦 假設SOFR是8%我隨便變 但SOFR其實會變的 SOFR也有可能跳到10也有可能 那SOFR假設是8的話 那9.9跟8 是不是差1.9 所以我是不是C銀行就付給他 1億乘上1.9%就可以了 那一樣SOFR如果8的話 這是不是差2% 是不是Firm B加付給C 2%乘上1億的本金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實際支付的話 是這兩個的利差的差異啊 好不好 然後呢乘上本金誰付誰 當然如果SOFR變10% SOFR變10%的話 我要付10你要付9.9% 變成A要付給C銀行 0.1%乘上本金 因為就只要用這個利差去算就可以了 但畢竟就完成這個利率交換安排 讓C銀行成功就賺到0.1%的佣金 而且A負責出頭去借他的比較利益固定 但透過利率交換 他換出浮動回來 而且比他直接去借浮動 硬是省了0.2% 那我讓B負責去借他的比較利益浮動 雖然B公司的財務長很想要固定 但他直接去固定是12.2% 但如果他負責去借所謂的浮動 因為這是他的比較利益 再透過利率交換這樣換回來 換成固定 他可以變11% 比他直接去借固定11.2% 節省0.2%的利息 好 這個東西就是利率交換的一個可能出現的時機 我說過這是William Sharp的教科書裡面 告訴你為什麼會有利率交換的一個可能發生的狀況 就是依據比較利益法則 雙方互蒙其力 互相合作的一個結果 好 那希望各位能夠了解像這樣的案例 這只是利率交換可能出現的一種可能性 那是在William Sharp的教科書裡面 所提出來的一個可能性 那順便在這個地方大家也可以複習一下 各位在國際貿易理論裡面 所學過的比較利益法則 那這個題目我們就交到這裡